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個最簡單的 連軟體都不用的 那你進到他們網站之後 就很好用了 以前他其實有 但是以前我注意到他的時候 他是用Java的 你們如果有在有一些程式 或者是網站有用Java的 最近好不好用不好用 對不對 因為很麻煩 Java已經不行了 跟Flash一樣的 他是走上他的後塵 好 那我們往下看 你直接進到他這個網站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到他網站上就有這個 免費的螢幕錄影 這在線上的 他不只是只有螢幕錄影的功能 你要做錄音 要做轉檔 甚至做影片下載他都有 這些都直接在線上直接做就好了 那你在Windows上 Mac上都有 所以相容性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就直接進來這裡 進不去 被擋掉了 我們這邊的話 現在這裡不行的話 就是用這個不行 你就把這網址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複製一下 你拿到IE這邊來 標準他是像這樣子 那麼你就從這邊有沒有線上 免費的線上應用 你就從這邊 這裡就有一個螢幕錄影 螢幕錄影的部分 按一下就進來了 第一次的時候他需要有一個就是那個 安裝一個所謂的啟動器 但那個檔案很小 大概1MB多而已 所以你只要第一次用的時候會有 只是我不確定IE行不行 有沒有有一個下載啟動器 下載完了 你把它按執行也可以 就直接執行 大概1MB多 好 他就把你裝起來了 OK 那現在呢 回到這邊來 你就可以按開始錄製 如果他有裝成功的話 有沒有正在啟動程式 如果完成了 你就進入錄影模式了 就可以開始準備 他就會讓你去選 那他其他的這些免費的應用 都是一樣的功能 都是一樣功能 其實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有了 可以用耶 有沒有 就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雖然 也有一點點小小的安裝 可是那個是還算很輕量的 很輕量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必須要連上網路而已 他錄影的時候並不是 其實錄影就傳到網路上 錄影還是放點自己的電腦 他只是這個程式要啟用的時候 你必須要連到網路上去啟用 是這樣子 所以你錄影 他並不會說 幫你 就把你的資料就傳到上面去 所以是OK的 那我就等各位一下囉 可以嗎 好 來